今早的AT国股推介,第一个是金沙中国1928 选择原因是澳门3月份博彩收入超出市场预期 而金沙中国过去两年面对两大风险都已经消除 业务有望复苏 第二就是公司2024年的预测 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日利 即EBITDA有望回升到2019年91.8%的水平 澳门3月份博彩收入 按年上升2.5倍到127亿澳门元 加市场预期增长两倍为高 回股金沙过去三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加上赌场和酒店有固定开支折旧反映在损益表上 令到亏损持续 每股账面值更加是类减至负数 失去了派息的能力 另外澳门去年逐赌牌 在中美角力之下 市场对金沙和永利澳门 以及美高梅中国 三间具有美资背景赌企的逐赛情况 传疑 令到股值进一步走低 随着金沙的赌牌成功逐赛 之前股值跌得较同业低残的金沙 短期股值可以先收服由逐排风险衍生的部分 策略上除非疫情再度转差 或有新的重大金融危机出现 否则金沙建32元的机会颇高 投资者不妨等26元级纳 初步目标是看30元关口 跌穿23.5元就适宜止舍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中石油157 公司金鸣两年的股息率预料会超过7厘 加上公司现金流强劲 足以提高股东回报 值得纳入收息组合 根据旁服综合劝商的平均预测 中石油金鸣两年的预测股息率 分别是7.7厘和7.2厘 2023年自由现金流量 预料达到1620亿人民币 摩根士丹利就指 中石油个纯利 符合此前营起提到的中位数 整份全年业绩的新量点 资本开支预算减少 和派息比率提高 2022年度全年派息大约是770亿 占盈利52% 较2021年的45%为高 以美X股股息率是11% 2023年资本开支减少11% 去到308亿 另外公司公布第一个回购计划 计划单独或同时回购 不超过公司已发行A股或H股 各自数量10%的股份 摩根士丹利相信 这样将会成为股票重股的趋势 策略上 彭博综合建商最新的平均目标价 是4.99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4.65 高出超过7%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4.5买入 目标体5元 跌穿4.1就适宜止洩 期望 养进 字架 资本 文字 ライ 文字 落